大家好,我是KKTrader 股市有风险,投资要谨慎 大家好,今天是8月15号 星期一,2020 今天来回顾一下今天的市场资讯情况 摩根斯丹利警告股市熊市不完整 美联储敲定使用其支付系统的指导方针 周一表示将采取分级方法 来决定是否允许金融机构使用其支付系统 并表示加密货币公司将受到更高级别的审查 为华盛顿的美联储理事会周一发布了12个地区 分支机构的最终指导方针 一共系在美联储 评估所谓的主账户申请时 参考这类账户允许金融机构 主要是银行每天在美联储的支付系统上 转移数万亿美元 大空投 薄利抛售大部分股票 新闻两点 公司每日投号新闻 煤炭价格上涨 避拓收益增长近两倍 这家全球最大的矿商警告称 央行的行动有可能导致发达经济放缓 但中国的政策正在支撑大宗商品价格 沃尔玛达成视频流媒体协议 向会员提供派拉蒙 这家零售商计划将这项广告支持服务 作为会员计划订阅者的一项福利 HBO裁员70人 母公司希望削减成本 Gapri Sun 因可能的清洁液污染而被遭回 在得知一批次的颜料被清洁液污染后 从商店货架上遭回了5000多箱 Gapri Sun wild樱桃之颜料 Kazer Permanente 精神卫生工作者在北加州举行罢工 这一措施的原因是 经过一年多的谈判 约2000名工人的合同谈判破裂 埃利奥特管管理公司 在基本健康领域拥有很大的地位 据知情者透露 这家维权投资者正在寻求 这家医疗产品分销商的董事会中 获得几个席位 彭博社情报最佳 消费者史泰博 准备迎接下半年的活跃 新闻要点 全球市场每日头条新闻 股市连涨延续至新的一周 石油铜和其他大宗商品价格 承压 原因是对全球最大原材料消费 国需求的担忧 接近第四季度的货运需求 正在放缓 卡车和铁路运输指标显示 由于通胀对消费者需求造成的影响 发货量持平 甚至出现下滑 伯克希尔哈萨维在动荡的市场中 继续支出 沃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 又买进了数百万股苹果 并加倍投资能源 而股市在第二季度暴跌 澳大利亚央行表示 澳大利亚没有预设的加息路径 美联储敲定使用其支付系统的指导方针 从事新活动的机构 将接受更广泛的审查 伊朗表示 随着和协议最后期限的临近 一些问题仍有待解决 八月建筑商景气 判断指数进一步下滑 房屋建筑商预计将迎来楼市衰退 全美住宅建筑商协会 八月月度信息指数下滑 六点至四十九 为2020年五月以来最低水平 随着食品杂货价格飙升 餐厅用餐变得相对便宜 七月份杂货店和餐馆的消费者价格 同比分别上涨了百分之十三和 百分之七点六 乌克兰敦住平民在反攻前 离开赫深 基普呼吁俄罗斯占领的 Karisen地区的居民在冬季来临之前离开 因为短缺加剧了冬天的到来 乌克兰承诺在反攻之前夺回这一战略地区 行业反转 港股内房 物业狂飙 一贵圆 那是中国的股票 美日研报精选中信 按记 按揭 贷款利率继续下行 金融和地方行政手段将合力 稳住楼市 今日华尔街 沃伦巴菲的波克希尔 哈萨维在动荡的市场中 继续支出 商务旅行支出可能要到 2026年才能恢复至 疫情前水平 所以说 航空公司 股票在2026年 之后才能起涨 可不可以这样解读 海底捞 跌了8.2% 美国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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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涨了0.52% 西尔顿 Hilton Hotel 跌了 达美航空 涨了1.15% 联合大陆 United Airline 涨了1.32% 未来一周的预期 Walmart Target Cisco Costco D Market Outlook 周一 在开盆前 理想汽车 Walmart Home Depot C 这些股票 这些股票 Walmart Monday 都有这些财报 Earning OK Earning 会有这些 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些股票 在涨之前 在 在 公布 Earning 在公布财报之前 之后会有什么动静 大家 这些股票会有异动 OK 美元量化减速将是标普500 指数下跌7% 美国经济将走向何方 末日博士 卢比尼坚信只有硬着陆或通胀失控 由于美联储大幅升息 美股市场已经面临诸多主义弹 根据美国银行的说法 如果历史可以作为参考的话 美联储缩减资产负债表的做法 将对股价构成风险 据了解 美元在研究了2010年至2019年 美联储购买债券 标普500指数回报率之间的历史的关系后 得出了结论 截至2023年的量化紧缩政策 将导致该基准基于指数 较当前水平下降7% 此外 该行还称量化宽松政策 解释了超过50%的市场波动 这是2022年的 OK 美国经济将走向何方末日博士 陆基米 坚信只要硬着落 OK 末日博士 陆基米坚信只有硬着落或通胀失控 我认为联币基金 哪种情况我们面与哪种情况我们面临的情况要么是硬着落 这次游戏 这次游戏的收入 这次游戏的收入 博尔马股价反弹面临盈利大考验 它长成什么样 倒是反弹了 就从这儿走出去谷底上谈了 是吧 但是是否继续长一波段 两个波段 三个波段 四个波段 五个波段 继续观察 彭许小女等港股明星 股财报来袭 意图读懂最新业绩预报 Ded Boss And Beyond 股价上到23% Mini Track 继续存在 这只股票今天大涨23% 奈飞 成信流媒体之王迪士尼 做对了什么 奈飞跌了249% 迪士尼涨了百分之 2.21% 大摩零售股反弹不可持续 将有更多公司下调业绩 指引大空投英雄迈克尔 伯利抛售大部分股票 沃尔玛和以派拉蒙 达成四天流协议 所以沃尔玛今天有涨 大摩为何投资者不应追逐 美股今下涨势 做空纳斯达克的指数今天下跌 他的代号是PSQ 这个挺有意思 PSQ 每股三大指数周一小幅 很生延续近期涨势 标普五百个板块中消费必需减 和公用事业板块领涨 能源和材料 随着商品价格下跌 投资者至于美股今下反弹 行情是否可以持续 对冲基金大佬 对迪士尼再出手 增值股票 分拆ESPN和董事会 重新洗牌 这位迪士尼维权投资者 想要的五件事 ESPN剥离 呼噜收购 保留这项政策 博克希尔二季度大举 加仓能源股增值 西方石油和雪佛龙 埋入388万股苹果 奥利奥 埃利奥管理公司 在红一主教健康公司 拥有大量头寸 联合统治会反对 Apple提出的175亿美元收购 要约沃伦巴费 在动荡中市场中继续支出 科技股带领 每股反转收高 中概股多数走强 偏多多 涨近5% 下班后的搬运工 沿性生物公司 沃尔玛 这些都看过了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大盘走势情况 OK 今天看一下 QQQ走成什么样子 QQQ在这里 刚才我去看了一下特斯拉继续大涨 今天呢 又来一个阳线 我看一下15分钟图 是这样子 属于低开高走啊 大家注意了 低开高走 有些呢 是高开 高走 这个是高开高走 这个呢 是高开低走 来 所以有的时候 这些装甲们 哎 容易干嘛了呢 这个就是高开高走了吗 这个 这是高开吧 高开高走 高开 低低走 高开 高走 低开 高走 所以说市场 还是很不容易 套路 这些都是套路 所以 ZXSP标普500 今天同样的走势 OK 同样的走势 但是这根线 已经接触到这个 它这个阻力位 阻力位继续 不断的在突破 所以现在是想走牛市 还是干嘛 已经冲破了两个 这个关口 能不能冲破 还是要回到这个支撑位 还是回到这个支撑位 再重新再涨 还是下来 因为现在 对股市 现在比较腰 股市比较腰啊 所以不知道他们到底是想怎么着 然后呢 这支股票今天跌了 这支股票 川普概念股 在个平的 在个横着 这支股票跌了 然后呢 看了 这支股票涨了 这支股票涨得非常棒 我这些天 在八十几的时候 九十几的时候 九号九的时候 没进去 我一直知道这支股票比较好 所以现在这个又翻倍了嘛 九号了 这支股票还能不能在最 好像这些股票呢 都是想 拉涨一波 然后下来 在年底之前再拉涨一次 是不是这样的情形 这支股票再加横了 这个的 它的这个 它的股市比较好 可以百分之十四 还有哪支股票 可以关注的 you know 没太涨的 也可以 再比不见仓 这八号八号进去 这支股票在干嘛 这支股票一直 它的 我在它上挣了钱 挣了个钱 这支股票 我九块多 四块多要进去 所以说有些好股票 那现在不都翻倍了吗 四块多都下坏了 在最害怕的时候 应该进去 所以朋友们 现在的RSI都在高处 OK 不是经常的时候 现在进去很危险 所以要看这些RSI 这些数据 看AMD这些都在高处 太 要买就买这些股票 在低处的 OK 它没有在最顶上 有些股票 在低处要进 不要在RSI 在很高的地方进 OK 所以 所以 朋友们 有些股票 看着 哎呀 怎么怎么着 你看这都是在高位 所以呢 这都是在高点 这都是在高点 RSI在多么高的位置上 看有些没有涨高的 是机会 OK 可以 是进场的 比那些高风险的 在这高位的 高风险 这是锂电池 OK 危险 这个的最低点 是上海八 目前的最低 现在是6块3 将近 也可以翻倍 但是这个在高点 看见了吗 下来的时候 所以这些要 要要要 要进行观察 OK 有些股票 这个高层 什么样 要知道 所以别危险 别危险 我自己的股票 跌到这个时候 也没敢进 在这个106 我也没抛 现在这个又回来吗 长期所有 然后呢 你就像这些股票 但是一定要 选好股 这个股 好不好 我不知道 为什么 它在我的 这个watch list 这个是哪个国家的 美国的 它为什么 在我这里 有点不太知道 有些就是 没有涨到头 这个RSI 很高的位置 这些股票 就比那些 长得很高的 还算安全一些 对吧 所以 这些股票 我一直在观察 一直没敢进 这属于建筑成本 这个 然后 现在呢 又要充高 有些东西 都是可以慢慢的观察 在高点的地方 你就都要进了 然后 这个的成交量 今天大涨 然后下来了 所以这个呢 这个上量了 这个呢 这个在这上量 然后大涨一下 下来了 就是说 比如说 在这一块 一块钱 那啥意思 但是呢 这只股票 我赚过钱 赚过他 一千多块钱 今天短大 小打小闹了 也都可以 拼抖这个 你一直在关注他 他这几天 涨了多漂亮 在这一两周之内 来 在这一个月当中 一块多钱 变回四块多钱 你说这不是个翻倍吗 在这几天的时间 你就没有抓住 这几乎吗 所以有些这些股票 要翻看你自己的 watch list 哪只股票 在底部 成交量放大 是否要涨 你就要观察 OK 好吧 今天就说了这么多 这只股票 看一下 看一下 这只股票 看什么情况 你看到 早上早上早上 三块多 现在有几块 三块多 我看得不错了 不敢进 四块多也不敢进 你这不都上来了吗 所以再等 等到回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坚决进军 OK 有些东西 但现在都给大家一个 怎么说 都给大家一个 因为现在一直在说市场 要懂了 在十月中旬 会是走到谷底 走到最低的时候 现在呢 什么情况 它的收益率 才1.61 所以说可以每天翻一下 你自己的watch list 看一下哪个股票有机会 可以进去 你像这样 涨得这么高 你哪敢进去 RSI那么高 谁跪在那么高的位置 你这个呢 它掉到这 然后现在又要启动 然后这次都长成啥样了 你说这个 在这儿看着它 然后就冲上去 冲再去 以为它下了 这个又冲上去了 所以说 这些几只股票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慢慢地看好自己的股票 OK 好了 今天说这么多 Good night Bye 今天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点赞订阅 转发评论 下次再见